好 那麼在開始進入到新的單元之前 就是一個上個禮拜的課 就是課後的同學有就是不清楚 就是來問的地方 就是你們的這一個 這一個是在宗教劇連環劇裡面 就是屬於定點的表演 然後有同學就發覺是說 定點表演如果是從東往西走 好像不是一直就是同一個方向 有時候會過一套的 這種狀況其實是正常的 所以就說從東往西走就是一個大原則 但是有的時候會有就是在準備 這個景屋的時候 或者是說準備就是下一個故事 下一個插段 要演出的東西的時候 那為了他自己現實的考量 他要怎麼樣去安排 比較好安排 有的時候是會有 好像看起來稍微往後的 看到不是什麼形象 但是基本上就是往西走 有跟往西走 這是一個就是一個大原則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世俗劇的部分 好那我們看一下 Circular就是世俗劇 好那麼Circular Drama同樣的 它跟Liturgical Drama一樣 這個並不是一個所謂的專有名詞 並不是代表一個特定的劇種 它只是告訴你就是說 某一些劇本 或者是文本戲劇 它的一個就是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它並不是來自於教會 它就叫聖劇 好 那麼是來自於教會的 它就叫Liturgical OK 那我們看一下世俗劇 它包括了哪些劇種 還有它的這個來源 好最主要就是鬧劇的部分 鬧劇其實有很多它其實都是職業的劇團 然後到處去巡迴的時候領出的 好 那麼通常來講 一出鬧劇它的長度 跟一個差段是差不多的 好 再來的Morality 就是我們所謂的道德劇 所以道德劇並不是宗教劇喔 道德劇它是屬於世俗劇的 好 然後Interlux Interlux 通常中文就是翻譯為目尖劇 好 那麼這一類型的所謂的目尖劇呢 其實它就是說在這個 幻目幻景的時候 好 那通常來講 如果你就是 只是做幻目幻景的話 有的時候會造成一種狀況 就是你的觀眾可能就跑掉了 好 包括在聯環劇裡面 有時候幻目幻景的時候 他們也會有這樣子的物慮 因為幻景真的沒有什麼好看 那有的時候有的觀眾 他可能就跑出去 去逛個街或什麼的 然後 就發覺有別的東西好像更好玩 然後就不會過來看戲 好 所以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是宗教劇它到了街 就是街上去的時候 它不是在教堂 不是在修道院演出的時候 那麼在Interlux這個目尖劇的這個地方 它有時候就會插進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所謂道劇的這個片段 或者是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 尤其是聯環劇裡面 會有很多那個小鬼 那他的活動範圍 可能就不會局限在 就是地獄可能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拿到他的叉子 就到處去找那個 可能在幻場景的時候 準備要離開的館 然後去插一下屁股 然後把他插回來 就是強迫他不可以走掉 那這個到後來就變成也是一個 其中一個部分的這個表演 那就成了我們就是所謂的這個目尖劇 那麼這一段呢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 那麼它也會有不同的 就是表現的這個重點 這個大文藝復興我們可以看到 目尖劇它甚至於自己獨立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表演的這個方式 OK 那麼大概在這個中世紀的時候呢 那麼它慢慢就是從一個 這個比較是屬於就是沒有 事先安排的就是只是叫小鬼去 這個插科打混了 然後開始會有一些音樂的這個加入 那甚至有一些劇本 所謂就是短編劇本的這個產生 那麼像這邊舉了一個例子呢 John Skelton他寫的 Magnificence 他最主要呢是等於是去奉承八節 就是一個短劇 然後最主要呢 Magnificence就是講一個君王呢 他這邊非常的威武雄狂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最主要就是在奉承 一個亨利發誓 所以他慢慢的 他也變成一個就是說 有頭有尾之行 一個獨立出來的一個故事 一個表演的形態 然後在第四個是Mommies Mommies我們上個禮拜就有看過臉子了 那麼最出名的就是聖喬治跟這個奉托龍故事 那麼另外呢 當然同學報告的時候有講到聖尼克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聖誕節的 這個聖誕老公公的來源的這個故事 那麼在中世紀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還沒有成為聖誕老公公 還不是那個巴黎路 他最主要呢是幫人間帶來Green Man 我們知道Green Man他其實就是 人世間春天的時候 然後就是帶給這個世界呢 然後就是很興奮的一個力量 OK 那麼另外呢 還有就是disguising 就是很類似我們現在所謂的嘉年華的活動 那麼還包括Musk Musk的話呢 其實你們在看那個Mary Watts Windsor的時候 第三次 John Fostock他被診的時候 然後那些小孩子就扮成今天 那個表演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Musk OK 面具舞 好 好 那麼第六個就是軍王 那麼他們呢 等於是遊城 遊街的 這個就是在這個城市裡面的街道呢 然後遊行的這個活動 他叫做entries 那如果他是屬於triamphal 那如果他是屬於triamphal 而不是Royal Royal entry的話是Dampin的 就是他是巡視他自己的領地跟城市 那如果屬於triamphal 就表示他可能去攻人家的地方 然後對方打敗了這個城被他攻下來 那他也會有一個像遊行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就叫triamphal entries 那通常像這種遊街遊行的這種活動呢 就是uncentred entry ok 然後第七個呢 他這個是屬於學術界的 我們知道後來有大學了之後 那麼他們尤其是在語文上面的學習的時候 他們都會利用就是表演或者是創作劇等的方式 那就是我們第七個 就是Chamberl 什麼Vetriam Vetriam Vetriam他指的就是修理詞學 好所以這幾種呢 都是屬於我們就是所謂的世俗劇的 就是這個群眾 那麼他的來源呢 一個呢就是來自於Folk Materia 就是指的民間流傳的一些故事 那麼在這段期間呢 最好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Robin Hood Robin Hunt 就是打架結社 然後劫富济平的這個故事 好 那麼另外呢 當然還有第二個呢 就是一般 就是民間有時候會流傳一些呢 就是像是類似愛情故事 然後他可能都有民謠可以去傳唱的 這些東西 那麼再來呢 就是一般娛樂 或者是所講的故事 那麼包括呢 我們所謂的Maurice Towns 這些都在 還有就是五件的這些活動 那麼第四個呢 就是原本 民間流傳的一些儀式跟活動 像是五月節 好 那麼第五個 Mistracy呢 指的就是 貴族 他們就是這種 吟唱 流唱 詩人的這樣的活動 好 那麼六跟七呢 其實多少都跟宗教有關係 因為畢竟中世紀呢 他是 就是 教會勢力最強大的時候 所以即使是世俗劇 他有很多地方 還是呢 難免會跟宗教有相差關係 因為宗教 尤其像是說 連環劇也好 或者是 就是 其他的這個 宗教的儀式也好 那麼他們其實呢 都會有一些故事呢 都會被拿來取開 所以其實像Fist of Fools這個東西呢 就是 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有十二夜 就是有十二天的這個 可以大吃大喝啊 然後遊玩啊 這樣子的就是活動跟節目 那其中的有一個呢 就是說 等於是身份互換編導 那麼所謂的身份互換編導呢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 在中世紀你是一個不義的身份的話 你平常是要伺候主人的 好 那麼在冬天的節慶裡面呢 就尤其聖誕節這一天 就是身份互換 就會變成是說 你今天就是讓你過 你就當你給你主人 OK 那當然就是說 你今天要知道死活的話 就是你也不要太過分啦 因為 三百六十五天 你只有這天可以 就是過一下 其他日子是你伺候人家的 所以你不想 其他的日子 其他的三百六十四天被診的話 那你這天就是 四個兒子 就讓你過癮一下 那麼這個傳統呢 其實是來自於聖經呢 就是最後晚餐 那麼最後晚餐的時候呢 就是 耶穌在他跟他的門徒 道別的時候 在這頓晚餐 最後一個提示 就是幫他們洗腳 然後等於是給他們一個標誌 就是說 這個他們將來是可以進入天堂的 那麼 當然以耶穌跟他的門徒之間的身份來講的話 他們等於是類似像師生的關係 那當門徒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說 欸不太好一次 畢竟對方的身份 跟自己的身份來講的話 這是老師自己是學生的這個關係 但是耶穌那時候 就要解釋說洗腳 這個也是一個意思 把他們這個儀式本身 好像是進化了他們的身體 然後幫他們鋪下這種 偷往天堂的這個段路 OK 好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世俗劇呢 他的這個開始呢 其實是跟我們所謂的原傳劇 就是說宗教的戲劇呢 他到街上去演出的很有關係 那他到街上去演出之後 由工會來主持了之後呢 那麼他不再是單純的這個宗教的問題了 他有很多呢 其實是跟整個城市的經濟有關 那我們上次有講過 其實對於工會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是搶著去做這些軟具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是非常好的大廣告世界 好 那麼當然等到大學創立了以後 那麼我們所謂的中產階級呢 那麼不只是就是說大學 他已經不是單純的只是 就是順便傳教士的一個地方 一個部門之後呢 那麼有很多就是所謂 有產階級中產階級 他把自己小孩子送到大學去念書 那麼這些人呢 他們也懂得無數字字 他們既不是僧侶 他們也不是貴族 但是他們可以就是創作新的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Morris Dobbs 好 我們禮拜五有講過 那像會有這樣子的東西出現 就表示說這個村莊 其實他們可能就是女性比較少 人口去天象比較少的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人 然後他就是 原來是騎著這個所謂的Hubby Horse 就是一個這批是假的嘛 然後他一定是綠色的 就表示說他的身分其實是女生 有一點是求職 但是他的求職當中最主要一點就是 我們做過求職一定要先求O 所以就是希望人口能夠增加 最主要是女性能夠增加 好 那麼Morris Dobbs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民間的舞蹈 我們上禮拜五其實也都看過了 好 那麼這個就是Green Man 那麼這個呢 是已經到了20世紀呢 就有點像是類似 就是一個插瓜藝術一樣的一個比賽 但是在早期來講的話 我們上禮拜五也有講過 其實目的是在你能夠打灌的 然後完全淪入你的背景裡面去 所以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說 欸這邊有一個人還有一個是棵樹 或者是有蟲 灌木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這些花葉子裡面藏的是人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麼在中世紀的時候呢 通常一個世紀裡面 他幾乎就是所有的活動都包挖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是聖孝志 所以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騎馬的 然後這邊有一隻龍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所表演就是我們所謂的貓名詞 好 就是聖孝志 就是通過龍的這個故事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也有Morris 就是這個民間傳統的舞蹈 他們可能是用棍棒 或者是用刀劍的方式 所以他除了是一個舞蹈 他除了是一個運動活動之外 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比如中世紀的時候 你多少要懂一點王神指導 因為畢竟是一個非常能 就是動盪不安的時代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就是職業的這個表演團 他們巡迴演出 然後他們就是搭這樣子一個 零搭的舞台在上面演出鬧劇 所以像這樣子就是一個世紀 OK 那麼世紀呢 到了這個中世紀的後半期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世紀 他也都是配合宗教的節慶版的 好 所以這個鬧劇的部分 我們就是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同學的報告是有提過 所以我們就去了 好 那麼我們再下來看的是Entry 好 那麼這是約翰二世 就是他登基了以後 然後他就是巡程 好 所以大家這是所謂的Royal Entry 這本來就是他的城市 本來就是他的領地 那麼他登基 然後取了太太之後 等於是就是說 在這裡遊行 遊行一方面是給他的民眾 能夠看到他認識他 因為他才是這個地方的領主 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是巡視 然後確定了他的領地 都沒有什麼狀況 那麼這一個的話 就是所謂的Tranet for Entry 好 這個是打仗 打贏了 好 這是Royal Entry 十二 那麼他打贏了之後呢 他進這個城 也是他新的領地了 然後他對他的城民來講 也是給他一個認識 他的運氣 給他一個新的領主 對他來講 他也是來巡視 那麼他因為打贏了這場仗 他有新的領地 那這一塊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些所謂的Entry 這些遊行的活動呢 那麼通常來講 這個東西就是現在 我們就是被所有的花車給取代了 那他們那時候 他們的花車就是馬車的 OK 那麼他們通常來講呢 就是每一車他也會有他的主題 他的主題都是具有象徵 就是代表意義的這個東西 那像這個的話呢 代表的是就是謙卑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 尤其最重要的是 前面這個有一個 像個親生的小孩的東西 就表示他的牽液 就像親生的小孩一樣 他不只是說 代表他沒有什麼抵抗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 他還不懂的 叫毛根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聖喬治 那聖喬治除了孟明出現之外 他像聖人劇啊或什麼 因為他都是一個 非常常見的一個主題 好 那所以到底聖喬治是誰 其實聖喬治到底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存在過 其實是真的不知道 那麼關於聖喬治的故事 其實是跟著十字軍東征 就是出去打仗的這些軍人呢 然後帶回來 然後再帶到這裡去 那麼基本上來講呢 聖喬治是這個英國人 他們認為就是他們自己的這個 也是一個守護聖人 不過基本上來講 其實在英國以外的地區 聖喬治也非常非常受到歡迎的 好 那麼根據呢 聖喬治這個東征的這些軍人呢 他們帶回來的故事 就是聖喬治他本來是一個 羅馬的這個士兵 那麼他除了是士兵之外呢 那其實他也已經受洗 而且進入教會 就是成為一個傳教士 那麼當然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呢 據說他也跟著去 就是希望能夠收復這個聖地 那麼在他呢 就是打仗呢 就是途中呢 就曾經經過 就是今天我們稱為利比亞的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在當時呢 其實他們信奉的不是基督教 而是士兰教 OK 那麼據說在這裡呢 就是他們就是 大家整個這個城裡面呢 他們就是大家的生活都要靠一口井 就有一天呢 就這個井呢 就來了一隻個火龍 然後就在這個井旁邊就煮巢 所以變成呢 大家都沒有辦法到井邊呢 就是都沒有辦法去這個井 就是取水 那這樣的話大家的生活都會成問題 所以呢 他們就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每一天呢 就是抽籤 然後哪個倒霉鬼抽到的話呢 他就要等於是去當這個 這隻烹火龍的這個 那一天的食物 那麼 把這個東西呢 獻給烹火龍去吃的時候 就稍微就會離井邊比較遠 每次說 讓這隻烹火龍就是有一個 離開井邊的 離開他自己嘲緒的機會 那大家就是趁這個機會 趕快去擋水 OK 好 所以當聖喬治呢 就經過這邊的時候呢 那當然他對於這種狀況 就很不以為然 所以他就把這隻恐龍 給殺掉了 那麼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說我們看到那個地獄的 那個地獄口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那個旁邊 有很多除了小鬼之外 還有很多的龍 因為龍雖然在東方 他是一個奇想的一個動物 可是事實上在西方來講 龍跟蛇 基本上來講 他們都被視為呢 就是跟烹火一樣 他都是邪惡的這種生物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他其實代表的也是魔鬼 所以當呢 聖喬治打贏了這隻龍呢 然後讓這邊的百姓 他們能夠就是隨時 需要喝水 需要取水都可以到井邊 所以大家就很感謝他 那也因此呢 他們放棄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後改信基督教 那為什麼呢 聖喬治基本上他是一個人 他能夠打贏這個恐龍 那就是據說他身上的這個十字 那麼就是保護他 等於是說有神 然後屁股他 然後不讓他不讓這個龍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就是他殺的這隻龍在這裡 這隻是比較 關於小的 我們有另外一張關於我們 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是這一隻 稍微微微微大一點 所以相對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十字 也就多了好幾個 就不只胸前的 連包括馬上的 這邊也是 那其實劍本身 他就是那個形狀 也就是一個十字架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道德劇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道德劇其實他不是宗教劇 但是呢 因為他出產的這個年代 中世紀呢 那麼教會的勢力很大 所以幾乎整個西方 都是基督教的世界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不可能完全 受到他的影響 那也就是因此你會看到 道德劇裡面有很多 其實還是會影射到 就是這個基督教的一些教義 還有他的這個信念 那麼最早期的時候呢 道德劇呢 他據說是從就是這些傳教士 然後他們就是到處 就是有一些傳教士 然後到處流浪 然後去傳播教義的時候呢 那麼單純先開始的是用講的 講故事也好 或是講經文 尤其在這個新約聖經裡面呢 耶穌他自己講道的時候 也很喜歡講故事 對 那麼這些東西呢 就是當然就是一個人 在那邊唱獨角戲 那麼不如 就是點道德劇來得吸引人 所以慢慢他就去說 這樣子的真道德劇 那麼最早的道德劇 記說是新約十二世紀的時候 那麼Hildgaard呢 他所寫出來的這個美德 那這個呢 就是同學上禮拜已經也有解釋過了 就是上禮拜 就是報告的時候也有解釋過了 OK 那麼這個劇種呢 其實在Hildgaard他所寫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他自己的修女院裡面 那麼這些修女呢 這些修女通常來講呢 都是年輕的這個貴族的女孩子 然後呢 他們給一次做禮拜的儀式的其中的一個部分 就讓做禮拜的儀式不會就是一層不變 好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他們 這個 就是Hildgaard他自己在寫作這一齣戲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就是裡面的人物 那他其實就是要用象徵的方法來做 好 所以這成為就是利用象徵式的這個人物呢 這種人物的這種出現 跟描寫的就成了 就是指揮道德劇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好 那我們看到Harrows Vissar他的作品呢 我們上次已經提到 也差不多是西元十世紀的時候這個作品 那他本來呢 所以寫的是為了也是他自己 可能是修道院裡面的 就是這些修女 然後去看他可能完全都沒有演出過 但是到十六世紀的時候呢 因為印象徵的空氣然後呢 他開始就是有演出 然後開始就是流傳 所以呢 就引起很多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已經有很多的這個 一般的百姓 一般人 那麼他們如果說父母親有一點錢 然後就是讓他們去念書啊 或是他們也能夠看得懂很多世子 然後就引起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風潮 然後就是寫道德劇 好 那我們看一下道德劇裡面也有幾出 到現在呢 就是算是很具代表性的一個就是這個 監獄城堡 Castle Perseverance 還有Everyman 每一個人 這些都是他的這種經典的作品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 不管是每一人 或者是在這個就是監獄城堡裡面 他有很多的人物 道具這些 他其實都是用象徵性的作法 那麼據說呢 在金益城堡裡面 是第一個使用玫瑰來代表愛情 但是他說指的愛情在這一部戲裡面的時候 他所代表的不是男女之間的愛情 他所代表其實是宗教上面的 就是這個耶穌然後對於人類這個大愛 那麼後來也是在慢慢的就是轉變成說 玫瑰代表愛情 那其實他帶的比較狹隘的 但是男女之間的愛情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他的這個布區 所以他的場景的設定呢 中間就是他的這個監獄城堡 然後監獄城堡下方這個地方 你看到有像個床的 這個就是每一個人 他的這個 是他的這個位置 那麼旁邊這是布城堡 觀眾在這裡 好 所以朝下的這個地方 我們是北方 他也是要講求方位 那麼這個城堡呢 就會一直受到就是這個 魔鬼啊 然後他們會有武器 還有人的劣等性的武器 那麼人類就是必須要一直堅守在那個地方 好 那麼這是Everyman 他最早的這個所謂的服裝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看到Everyman在這個地方 每一個人 他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服裝沒有所謂的設計 這個就是中世紀 一般人他們穿著的地方 OK 那我們說過其實呢 這個也是一樣 跟其他的連環區相同 他並沒有做特別服裝上面的這種考究 就是你不管是哪一個時代 你都可以自己的所謂的時裝 然後上去演出 OK 他們相信所謂的這些神機 他會一再不斷地重複發生 那麼每一次 不管是連環劇的演出 中世紀的任何一齣戲碼的演出 他們想想等於是人類再一次 見證了奇蹟的發生 好 那我們看一下Hilgar 好 Hilgar我們剛才已經介紹他一個 就是最早的所謂的道德劇 那麼他這個道德劇呢 據說他其實嚴格講起來呢 其實是戲 倒不如說是一個歌舞的這個表演 那麼總共有16個角色 代表16種的美德 那麼只有一個例外的是他的等於是 幫他管帳的這個書記演出的 那就是魔鬼 魔鬼基本上來講他是用講的 他並不是用這個歌舞的表演 那麼其中一個原因呢 是據說他那個書記的聲音 實在是很難聽 所以就不唱一巴 好 那麼為什麼匈女院會有男性 其實在那個時候呢 因為在領聖體的時候 不能有女性 就是領聖體 所以他們一定都會有一個男性 那是為了在儀式 就是這個領聖體的儀式當中的這個需要 就是你到那個教會去的時候 然後他有一個儀式 就是說他會要你領 就是他聖體是用面包來代表 就是耶穌他的身體 然後葡萄酒代表的是耶穌他的血 那麼他上十字架呢 就是根據基督教的講法 就是他代替眾人去贖罪 用他自己的心血 用他自己的願望去贖罪 所以在基督教的儀式裡面呢 尤其是天主教 那麼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領聖體 那那個神父就會把這個 一個像面包很小 你不可以咬 你只能喊的 然後他就是給你領了聖體之後 然後會給你那個就是葡萄酒 就是代表耶穌的這個血 然後你直接要吞進去 你可以去擋 好 所以那個儀式本身 就叫做領聖體 好 那麼在Hilgar他的作品當中呢 就是有很多 就是用所謂的 象徵意義的東西來代表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是他的 祭式服裝 也是他的場景設計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角色有三個頭的 他代表的是神 三位一體 好 然後這個看起來很像聖喬治的 然後腳底下踩了一隻龍的 這個會是什麼 沒有 我們現在講上身意義喔 在這裡 他代表力量 OK 好 然後來 這個會代表什麼 這個人 站在好多柱子上面 他會是象徵什麼東西 他會是象徵什麼東西 千輩還會站在上面啊 他代表是正確 就是一個正確的 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OK 好 那還有什麼東西 我們看一下 呃 還有這一個呢 書公 為什麼他代表智慧 手上那一卷 手上這一卷是什麼 看不完的書 是書 可是那個時候 只有一本書 最重要的 就是以教會 就是聖經 OK 好 那這一個呢 這個像城堡 然後擠了一堆人的 你要不要算一下 裡面有幾個 什麼呢 什麼呢 就是 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所以這個稱號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信仰 代表社會 對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他們的這個整個的 就是不管是服裝或場景的設計 這一直以來就是所謂道德軍的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他們都是用象徵的方式去做這個設計上最大的一個方向 那麼這個據說就是Hilgar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那個書籍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聖人句 聖人句的話你聽他的這個句種的名字 顧名思義當然指的就是說 曾經為了傳教或者是為了捍衛他自己的這個基督教的信仰 然後就是殉道的這些聖人 那麼跟他們的生品尤其是怎麼死的 沒有關係的就是我們這個劇種名字稱的聖人句 好那麼聖人句其實最早據說它其實也是從連環句裡面出來的 因為連環句當然它裡面既然講了那麼多 就是從聖經做完的故事來講的話 那麼聖經故事本身也就有一些就是為了要捍衛自己的信仰 然後做出犧牲的這些信仰的或者是聖經 好那麼聖人句其實是在中世紀末期瘟疫復興的時候 那麼當宗教改革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受到的批評更甚於這個 所謂的連環句宗教句 因為聖人句裡面有很多東西就是 為了要表達聖人他們的犧牲有多大 然後常常會有一些細節就會讓這個 一般的百姓覺得不太可取的 就說我們講一個很簡單 就是說有時候你去看電影 然後那個電影裡面呢 比如說跟你講是說不要亂殺人要珍惜生命 比如說是那個奪魂句 為什麼他就是要把那個人一個人抓來 然後就是要看他們你為了要活下去 你願意犧牲多少呢 你幫你拿自己的手啊腳啊什麼看不掉 OK 好那麼問題是你在看這個過程的時候 很顯心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裡啊 雖然你這一齣戲是講聖人句 你在講說這個聖人有多了不起 可是你在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很多寫心的場面 暴力色情全都進來了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聖人句 其實會受到很貧窮 有多貧窮很貧窮 很貧窮很貧窮 好那麼在聖人句裡面 其實像聖曹志的故事 那麼也是常常會出現在聖人句的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 倒不是聖曹志 而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聖人是誰 從上回同學報告完了之後 所以有人去查他的名字嗎 還是沒有 所以難怪你們是因為很不好 不是沒有道理嗎 聖保羅 這個聖...不是聖保羅 聖保羅不是這樣死 聖保羅怎麼死呢 我們說過聖人句 他所要演出的 就是說雖然是說 以這個聖人的一生 但是最主要是看他怎麼死 怎麼訓得到的 好這個是聖Aponia Aponia是誰呢 他是牙醫工會的保護聖人 為什麼?因為他死的時候 他訓到的時候 就他的牙齒一顆一顆就拔出來 然後當然沒有給他止血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個聖人 他要保護什麼變成 尤其是跟工會工作有關係的話 都是跟他的死法一定有關係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一定是西方 我們講過他的講究方位 定義在這邊 小偉在這邊 這個地方是顯天使 所以這邊是一定的地方 所以天堂跟地獄之間就是人間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城的領主 是從這個位置下來的 OK 然後手上有一本書的 就是少數百姓當中呢 能夠唸出戲子的 他的身分很類似我們 現在所謂的導演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導演這個東西其實還不存在 OK 所以你可以看 就因為基本上 大概只有他認得的字 所以他是看這個劇情 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方 這個戲他沒有所謂的排列不排列 這些演員他們沒有一個是專業的演員 OK 所以他等於是一面 也其實就是可能 就是他們第一次的演員 然後這些都是演員 OK 然後這個躺在這邊 當然他所演的角色 就是聖尼彭尼爾 好 那我們現在不是羅馬的一個世紀 所以沒有人真的會死掉 OK 所以呢 演聖尼彭尼爾的時候 等到他要復死的那顆 那個牙齒要一顆顆拔下來的時候 不會去拔真的 他會拔的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當靈 就是一個假人 OK 所以他這個是人呢 就已經換過了 現在躺在這邊 準備要把牙齒加 先回到這一眼 好 那麼什麼時候會演出聖人劇呢 通常就是他的深層或者是基劇的時候 好 好 那麼 另外呢 除了聖人劇之外呢 還有所謂的訪 就是模仿的訪 訪聖人劇 Mark Senseplay 那麼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嘉年華的這個表演 那麼嘉年華的表演 其實是從這個點路來的 其實Carnivar 就是這個胖胖的這個角色 嘉年華就是從他的名字來的 他其實是本來是民間習俗當中呢 就是那種會大吃大喝啦 然後非常重慮的一個 就是民間故事裡面的一個人 那麼在冬天的時候 就是農賢的時候 其實就剛好就是跟我們宗教當中 所謂的這個Christmas 耶誕節 差不多這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大吃大喝大玩樂這個時候 OK 所以呢 這一齣訪聖人劇呢 通常就是嘉年華 他也就會帶著大家 可以看到嘉年華 這幅華大概可以分成一半 一半這邊呢 是一個酒館 然後這邊進進出出的人啊 都在吃喝玩樂 然後這邊有一半 跟這一個呢 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教堂 然後進進出出的人 都穿著黑色的衣服 然後到冒暗燃 那麼他們代表性的人物 是這一個叫Lent Lent他本來的這個字 他的字跟的意思就是很瘦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人物 也扮演他的也會很瘦 好 那麼在嘉年華的這一段期間 也是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可以大吃大喝的 所以你會看Lent很可憐 他就常常會被嘉年華欺負 可是嘉年華最後一定會死掉 就是春天來之前他一定會死掉 他一定就大吃大喝 然後玩得太兇了 可能他肚子吃太多 結果肚子就爆掉了 OK 然後Lent 他不需要做任何 他只要能夠忍受欺負就好 最後他會贏 因為他只要忍耐過了這段情感 就會贏 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謂的像寒時節 他一定都會在春天的時候 春天的時候你準備要進入到正常的工作 正常的陣子 另外一個工作的這個生活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要有很多節制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仿聖人劇 也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嘉年華的這種 暴動慶祝活動的男人 那他其實最早 他也是一個民間流傳的一個習俗 其實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那不行的時候 本來你就是可以玩的 可是你要知道有所節制 所以當春天來的時候 你要回到工作的 那一個部分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是要懂得節制 你必須要懂得有力的工作 你才有可能到冬天的時候 那你才可能會有這個糧食 你才有可能就是說 有這個真正能行休息的時候 好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仿聖人劇 這個部分 好 那麼到了現在呢 就是有些嘉年華的慶祝 最後呢就是嘉年華的這個慶祝結束的時候 那麼嘉年華他們通常都是用那個 什麼稻掃或什麼扎起來的 那最後再結束的時候 就把它燒掉 這表示呢就是好 我們是可以玩 一年當中你是可以玩吃喝玩喝 是有這樣子的時候 但是時候過了 就是到此為止 必須要顧住正常生活 好 那麼這個慶祝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也跟宗教當中的 我們剛才講到最後晚餐 這個是耶穌 然後幫祂的是 祂的土地 就是洗腳的這個儀式 也就是說每一年當中 都會有這麼樣的一段時間 或者是這麼一天 然後你身分可以掉放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在中世紀這一段期間 就是演出的一些常見的這些規則 還有這個時候的convention 就是表演的這個傳統 好 那麼不管是說我們所謂固定的 這個搭景屋的這種表演方式 或是一個馬車 那麼通常搭景的那一塊 我們就叫做Mention 那麼像馬車也是一樣 每一個馬車上面 都會有一個井屋 一個井屋它只負責一個插斷 這樣一個入室 好 那麼這個是同學給你們看過的 就是馬車到了一個定點之後 它演出的時候就是馬車去牽走 它要移動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馬車 然後馬再先回去 然後再拉到下一個定點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一輛馬車這個就是井屋的部分 那麼井屋裡面呢 就是它的後台換裝的區域 都在這個井屋的這個地方 那麼觀眾可以看到的 大概有一半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Lowka 就是表演區域 但是更大的表演區域呢 在沒有馬車的情況下 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就是馬車前面的這塊空域 叫Plantia 那麼後來呢 有的比較有錢的城市 然後也為了方便 讓觀眾能夠看清楚 它的Plantia 可能就是另外一樣馬車的平台 好 那麼再來一個 我們就講到的就是方位的問題 天堂一定是在東方 地域一定是在西方 但是如果我們會到處亂跑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看不到太陽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是用左右來分 所以天堂就是在右邊 地域就會在左邊 好 那麼中世紀這一個時期呢 基本上來講呢 因為他們很多的活動 都跟宗教有關係 都跟宗教信仰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他們在準備演出的時候 他們並不覺得任何事其實不可能 因為他們都是奇蹟 每一次的演出 都是一支洗身見證 所以他們的所有的就是說 尤其是連環劇 他們是非常講求戲式的表演 就是今天跟你講說大洪水 然後他就真的給你做大水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就是你們那個圖 你們可以看到你們舊約的這邊的時候 這張圖這個地方它有一條 那個就是你們要當作的時候要做大水 他們就真的會去演出 所以像是最後晚餐 最後晚餐通常呢 都是那個高品師傅的會會 就會有很多食物的東西 他們都會在做一些食物 然後如果有天使的話 他就是應該要在天上 所以他們從來不管你這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景音 像如果是說這一幕戲裡面 有天使要在上面飛的話 比如說這個聖母瑪利亞 那麼他要聖靈懷胎之體 然後這個天使會從天上架下來 然後告訴他說他就不要聖靈懷胎 那真的會有天使在上面飛的 那景屋本身他就會有就是那個釣 就是所謂偶像所謂的釣鋼絲的那樣子的 是寫在裡面 所以對他們來講沒有什麼事情不可能的 而且這一段時間呢 其實是最所謂的專業 這個專業指的是各工會 然後在各工會當中 他們選出的都是他們工會裡面 那麼工作做的最漂亮的這批人馬 然後來自這 只有演員算不上所謂的職業選手 因為他們的演員都是公會裡面的人 平常是個演戲 就只有一年可能就是有這麼一支戲 那麼所謂的職業演員 進入到連環劇的演出 這個都是已經要接近 就是要進入一個新時期了 然後所謂的這個演員才會進來 那麼演員職業的演員 就是來演這些連環劇呢 最主要演的也就是連環劇它本身 城市跟城市之間 他們一直的這個競爭 越來越激烈的這個結果 今年做的好 明年就一定要做的更好 要不然的話你怎麼能夠把去年 已經拉到生意的那些人 的這個顧客拉回來 所以一年一年的這種情況之下 它就會一年做了一年它的造假運高 它的品質要更好 所以連環劇呢 從一天的表演到後來連環劇呢 甚至有要三個禮拜到一個月才演得完 這個情況 因為它的那個整個機械的使用 會越來越複雜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幾個我們剛才已經 我們就是講過 像如果要有地獄的部分 除了地獄門之外 然後還有就是暗門 所以就是這個魔鬼呢 可以自己跑上跑下 好 那麼上一次呢 同學報告的時候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 這個馬車的這個景物 馬車怎麼樣的這個表演 好 固定的場景的話 你們應該已經沒什麼問題了吧 就是我們手上了 這是固定的景物 OK 那麼馬車來講的話 它就不會是這樣子的一圈 馬車來講的話呢 整個城市都是它就是演出的這個場地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是說今天是馬車來演出的話 好 那有可能就是早上八點鐘 然後你就看開天壁地在哪裡演出呢 易仙館 好 那麼易仙館演完了之後呢 它接著可能要演的就是 天能愛國 就是這個兄弟之鄉殘障的故事 所以開天壁地呢 那就要移開了之後 這個馬車呢 就可能會順著路就是走上山路 它可能移到活動中心去 然後九點鐘開演 還是一樣同樣的插段 但是易仙館前面呢 它會變成演Canada 另外一個插段 另外一個插段 OK 所以等到呢 我們的第一出的這個插段 看天壁地呢 在這個活動中心演完 它又開始往山上移 好 可能就是移到一樓這個地方 然後你看Canada Abel呢 它就會移到活動中心 然後第三出呢 可能就是羅亞方舟 它就會在易仙館前面 所以它的馬車是這樣子一直跑 它就有寫著地點 然後就是繞著整個城市去跑 所以你自己如果是說 好 你如果是說 比如說我九點才起床 可是我想要躺開天壁地 那我就跑到活動中心 我就不會在易仙館 所以馬車的它的跑法是這樣子 它並不是像這樣子圍起來的 那個每一個城有它自己的連環區 我這個城的連環區 我不會跑到另外一個城區 我的城的連環區 是我自己自己的城區 別的城有別的城的連環區 所以你去看連環區的名字 它有叫Carventry Cycle 因為是Carventry這個城 它自己發展出來的連環區 它不會跑到別的城區 它不會跑到別的城區 好 那麼我們剛才講到就是 場景或者是服裝的設計 基本上它是非常的寫實 但是並不表示說它完全排斥象徵性的作法 那麼像道德軍那種象徵性的作法 它也會做的 那比如說魔鬼的頭上 就有那兩根腳 去代表的就是強調它的獸性 代表它的比較就是原始的類根性 包括人類包括動物的這個類根性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隨著時間的演技 我們剛才有講到連環區也好 或者是其它的這個當德軍中的演技 它們會越來就是胃口會越大 每一次要一次一次做的精緻 所以這已經幾乎要進入到 我們所謂的文藝徒學時期 然後你可以看到魔鬼的衣服 已經不是像前面那麼單純 看一下前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魔鬼還很單純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頭上一定有真質感跟腳 表示它是魔鬼 然後我們到這一章 我們可以看到它會越來越浮沉 那麼這些其實都是機關 所以像魔鬼呢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魔鬼都會講謊話 所以呢 它面對你的那個呢 會跟你講你想要聽的話 可是事實呢 事實會隱藏在它屁股上的那個 所以到了 從我們剛開始最早看到那個魔鬼 然後中間有一段直擊就是頭一個屁股一個 然後屁股的那個 它每次講話的時候就會討出 就是很像大便那種東西 那是由機械來做 屬於主張的真機械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 越做越精緻 越做越複雜 所以包括天使也是一樣 天使的翅膀也是一樣 就是越做越複雜 越做越精緻 那麼這些呢 都是崩潰 幫手做出來的結果 那麼像這樣子這麼精緻的 那個場景也好 或者是說當個服裝也好 其實到了現在二十世紀 有很多人真的 以整個造價來講的話 其實都不太容易去做 因為這砸下去的錢太多了 還有很多的技術上面來講 以一般就是我們所謂的 舞台設計來講 都是做得出來的 因為有很多其實你要找的是 專門的這種技術 機械的工程人員 或者是說 真的是職業的逆將 他才做特工的機械 所以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尤其我們連環局 為什麼叫Mistures 它代表的是 一個各行各業裡面 他把這個工作做好 他們就是很重要的一窗 那麼這個東西呢 他只在他自己的這個工庫裡面 他才會互相互換 但是他不會互相互換 好 那麼中世紀的這個戲劇呢 當然到了差不多十三世紀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發展的非常輝煌的同時 他也開始要走下坡 走下坡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根據聖經來講 那麼十誡裡面告訴我們 就是不可以去活拜偶像 可是這些所謂的連環局 這些所謂的聖人局 其實不是都在叫活拜偶像 那麼這也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呢 非常引起爭議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從英國亨利八世開始 然後前前後後就很多西歐的國家 開始就靜演連環局 那麼當然亨利八世 他靜演連環局的原因呢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最主要是 他一直以來都很近於教會 就是稅收的這個部分 那麼接近就是文藝復興的時候呢 很多國家的君王都發覺呢 如果是說我們今天稅收是一來講的話 那麼君王可能只拿到裡面的六父之一 一個國王呢 他要跟他的百姓稅收那個六分之一的時候 那個百姓是很不願意給的 道理很簡單 你去問你父母親有誰 那個到五月份要去報仗的時候 自己很開心的 欸我有錢你來跟我收稅 沒有嘛 可是呢 教會要收那六分之五很容易 因為百姓認為這是他的一個宗教的新聞 我教這個錢你會來保護我 神會來保護我 好所以亨利八世呢 他就決定要把政治跟宗教 定在一起成為一個單位 也就是從此以後 國家的領袖就是宗教的領袖 他創了英國獨教牌 所以他在1534年呢 他就跟羅馬的這個教會呢 就斷絕關係了 然後一直到他的女兒 伊麗莎白遺事1558年的時候呢 那麼就完全禁止這個 所謂的宗教劇的這個演出 那麼當然禁止的時候 不見得他馬上就會有效果 尤其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因為真的娛樂活動太少 所以很多的百姓還很捨不得 他們的這個生命去讓他們這個演唱劇 所以真正完全沒有演出的紀錄 就是到1570年的時候 好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教會有很多他們的行為呢 越來越受詬病 黑死病證明呢 你信教你是好人 但是呢 你還是會被聘我 給纏上 你還是會死掉 所以呢 教會還有宗教 他到底有多大的這個本事呢 也開始受到誠意 那麼接著呢就是 教會他開始發行所謂的贖罪卷 真是罪讓人夠力不力 保證我今天犯錯 我花心滿足罪卷我卷沒有罪 有這麼好 有這麼容易 所以教會自己本身 在一般百姓的心意當中 地位呢開始下降 那麼也是宗教劇呢 中世紀的這個特別的劇種呢 開始走向酸亡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麼再來就是職業劇團 職業演員 那麼介入呢 也是他這個宗教誌走上這個末期的一個 走上等於是說他的這個末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知道到了這個 中世紀末期的時候呢 那麼越來越多我們所謂的資產階級 或者是所謂的中產階級 他們有錢的時候 他們不願意再去效忠人住 他們寧可呢 去效忠那個天高皇帝呢 平常繳了歲之後呢 國王就不會來反他 好 那麼國王因此他們也會越來越有錢 這些貴族會越來越有吃力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們為了自己的娛樂 那也去娛樂他們的這些 跟國與國之間可能會有一些貴族 所以他們也開始養劇團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劇團還有演員他們就越來越趨越職業化 所以我們看到無逆復興 漸漸的呢就會有所謂固定的劇場 會建立起來 那麼像過去這種學會的情況呢 就會開始有減少的狀況 好 中世紀到這邊結束 我們考試就搞到這邊 我們一樣休息十分鐘 然後剩下的時間就給下一組同學來報告 咳